继续来看到德国总理梅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联盟保守派集团 在星期天的国会大选中取得胜利 不过由于同属执政联盟的自由民主党得票率没有超过5%的门槛 使得德国组成左右共治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升高 因此虽然梅克尔三连霸总理 但是他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星期一德国各大传媒都以总理梅克尔作为封面人物进行报道 国陵早报已完胜梅克尔报道了这次大选结果 德国图画报则以梅克尔最大胜利显示执政党大幅领先的趋势 根据德国第一电视台公布的出口民调结果显示 梅克尔领导的保守派政治集团基督教民主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 得票率约为41.5% 最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约25.7% 强硬派左派党约8.6% 绿党约8.4% 梅克尔在发表胜选演说时表示这是最好的结果 他承诺再为德国带来美好的四年 这是基民党20年来最强劲的表现 成立七个月的反欧元政党 德国另类选择党 得票率约为4.9% 虽然没有达到5%的得票率门槛 不过成功将原执政联盟自由民主党挤出国会殿堂 这次自民党得票率只有4.8% 无法取得国会议席 梅克尔领导的基民党必须重新选择结盟对象 外界普遍预料他将与社民党组成左右共治的大联合政府 不同于争论不休的外国朝野 德国政治趋向共事形态 这也让德国大选十分特别 国内外的观察家直到选举前夕 也没有发现德国朝野对某项重大议题针锋相对 星期一各主要政党领袖开始决定如何进行政党结盟会谈 谈判将在四到八周内完成 然后签署结盟协议 之后德国下议院将在第一次开会时选举总理 大部分德国人偏爱再次组成大联合政府 如同梅克尔第一个总理任期 这让新上台的德国政府不再那么慷慨解囊与宽宏大量 面对欧洲盟国的政策态度变化可能不大 其他包括再生能源政策 人口高年化危机 以及规划欧洲的愿景等 都将成为梅克尔新任期的重大挑战 新唐人聊天电视国际信息组编译